2014年卷二第3題 師民建構了一個link list 一個鏈表 儲存學生的英文姓名 第一個note 第一個節點就是start 問題A1C順序寫start 之後兩個節點的內容 所以0去3 3就是Amy Amy去4 於是去到J J去5 去Aly Aly就是負1 所以答案是start 之後就是Amy 和J 問題2 說明你用了負1 做一個空的指標 MT pointer 一個Null pointer 除了負1之外 用了什麼數字 可以代替這個負1 答案就是負數 或者是這堆地址以外的數字 以這個link list 最大的地址是5 6、7、8都可以用 以這個地址最大100 100以外的數字都可以用 問題3 包括第一個節點start 一共有幾多個節點 有幾多個item 答案有4個 1、2、3、4 4個 這個link list有內容 有個next pointer 這次我們再加一個 previous 指前一個 於是 照舊 整個list 就會是 跟回的是start Susan John Fiona 所以Fiona 前一個就是John 所以Fiona 前一個就是John John 在1 而John 前面就是Susan Susan 前面就是start 開始之前就沒有 所以-1 下面有兩個新的 Operation 一個叫delete 一個叫insert delete end 就是delete end 的節點 如果delete 3的話 就是John 而insert 就在N 後面加多一個 新的 節點 進去 新的內容 假設你從上面這個link list 去做出發 我要insert 4 Mary 即是在1 2 3 4 第4個之後 加一個Mary 就是在最後 delete 3 於是 整個link list 就會變成 加了一個新的 Delete 第三個 所以 更新之後 整個link list 就變成這樣 至於John 那一行 就可以 清 可以不清 反正 都沒有人 再去 1 這個地方 next 沒有 這個地方 問題C 加了previous 有什麼優點 什麼缺點 呢 那優點 就是我們可以雙向 從兩個方向 去走 每一個 的 item 那 缺點就是 增加了儲存的空間 就是多了previous 這個pointer 基於以上的缺點 小明就修改了 上面的link list 用一個叫ptr pointer 去取替了previous 和next 方法就是 pointer 等於previous 再加個next 將兩個數 加起來 那所以呢 負1加3 變成2 3加4 變成7 這個新設計 針對之前的缺點 我們不儲存兩個pointer 只有一個pointer 現在左邊 這個是新的link list pointer 開始 start 開始 0 3 3 3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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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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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所以 previous 是1 根據這個sum 是6 所以這個是5 如是者 這個是3 4 5 2 你還原了 用這個ll2 那邊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可以減少儲存空間